為了提升帝農制度的技術和品質 羽地鄉農會第一次開場羽地分場 去辦一場阿沙姆紅帝制度的比賽 為採帝車、暖帝、發格頂頂 一直到航帝、專頂都要參與 預計兩天的比賽最后的冠軍由羽地鄉帝農老幼主來提到 各位選手請注意採查時間只剩9分鐘 請大家把握時間 這場冠帝制度的競賽來自國地区的地狼參加 一開始在國庭的範圍來來冠帝車 因為範圍沒看,三平真假 加上時間悠閒,有一點點困難度 這樣怎麼不夠? 你看這樣怎麼夠? 這範圍都看到冠兩輪 冠兩輪在這裡 比較少嗎? 比較沒那麼久,地圍比較少 地圍比較少嗎? 地圍比較少 那你怎麼會冠多少? 800公克 就是要踩得快和挑選吧 對不對? 對啊,沒有經驗,第一次 對,所以動作滿慢的 萬萬萬地圈了後,進行慶當 標準要達到800公克 年後人地圈,圍條約4點間 參賽才有80歲,也有25歲 第一次參加活動,感覺很特別 今天來這裡採茶,沒完嗎? 還不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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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採了幾公克? 我採了350而已 350喔 對,蠻好玩的 當然,一個經驗 對啊,第一次來採茶 我們今天辦理這個大衛生產自技術競賽 我們總共有37人報名來參加 最主要這是全線的比賽 所以說,我們南大灣所有的地區 都有派員來參加 我們希望這個比賽 讓大家有良心的技術 要保障、檢討說 我們每一個採取不一樣的自採的技術 讓大家可以得以成長 一般的地勢大部分都是比方未考驗 但是這項地勢 加入體驗制度的流程 優助提升地狼制度的技術和品質 這個競賽的特殊性呢 主要說第一個我們是從紅茶 我們是從比賽者 從採茶開始 首先呢,他今天會做採茶 然後去做尾雕 22個小時以上 揉捻、發酵再製成 讓他基於我們黃正宗廠長 去做最後的一個評審跟評鑑的一個活動 就是選出我們這次的第一名 最後的結果冠軍由蝴蝶鄉的地狼流獄主來立場 蝴蝶鄉董會總在一塊錢的 王帝文化貴進行頒獎 繼續換王坤插鴻報道 王帝文化貴進行頒獎 王帝文化貴進行頒獎